猎王记下第十一章 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 见他儿子死了 就起来剿灭王室 但约兰王的女儿 亚哈谢的妹子约十八 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师 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 躲避亚他利亚 免得被杀 约阿师和他的乳母 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 亚他利亚窜了国位 第七年 耶和耶打打发人 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重百夫长来 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 与他们立约 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 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 吩咐他们说 你们当这样行 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 要看守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 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 这样把守王宫 拦阻闲人 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 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 个人手拿兵器 四围护卫王 凡善入你们班次的 必当至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当跟随他 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 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各大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 来见祭司耶和耶大 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 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 交给百夫长 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 在弹劾殿那里 从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四围 祭司领王子出来 给他戴上冠冕 将律法术交给他 告他作王 众人就拍掌说 愿王万岁 亚塔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 就到民那里 进耶和华的殿 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 百夫长和吹号的人 势力在王左右 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 亚塔利亚就撕裂衣服 喊叫说 反了反了 祭司耶和耶大 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 将他赶出班外 凡跟随他的 必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 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 众兵就闪开让他去 他从马路上王宫去 便在那里被杀 耶和耶大使王和民 与耶和华立约 做耶和华的民 又使王与民立约 于是国民都到巴黎庙 拆毁了庙 打碎坛和像 又在坛前 将巴黎的祭司马坦杀了 祭司耶和耶大 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 又率领百夫长和家里人 与护卫兵 以及国中的众民 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 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 他就做了王位 国民都欢乐 合成都安静 众人已将亚他利亚 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 约阿世登基的时候 年方七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